烟气冷很多人爱吃麻辣锅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这一餐麻辣锅可能吃下去 热量就直逼两三千卡 要怎么消耗掉这些囤积在体内的热量脂肪呢 国标舞老师刘真 要告诉你一些瘦身的配方 就是肚子烧 一二三四 缩挺小腹像是丹田在运工一般 要能缩放自如 刘真平坦小腹 全靠这招训练而来 别小看这看似简单的动作 要做到姿势百分百可不容易 因为有些人他会变成肩膀会这样 就是他会动到上半身 他会变成是上半身一起收 可是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收小腹 而且最好你收住之后 你能够停留 比如说你数个一二三四五 数个五秒 练唇收后进阶动作还有这个 用腹部划出八字形 要练就出小蛮腰 这组瘦身超一定少不了 就是我们的臀部 从右前右后到左前左后 所以他是画一个八字形 那这个动作 他运动到的区域比较广 天气冷食欲也会大增 就连一向注重曲线的国标老师 刘真也不例外 尤其爱吃麻辣锅 但是这一锅的热量 就高达二到三千大卡 刘真怎么还有办法 维持住S曲线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吃麻辣锅 你看办法能不能先把油 滤掉一些会比较好 或者是就是不要吃那种 很会吸油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觉得豆腐 那些都很会吸油 靠着食品摄取避免吃进过多热量 吃完还得要勤做提腿缩腹运动 要能在冬天维持住好身材 刘真强调这几招功夫 绝对不能少 明星为张牌杨布决 台北报导